可空规怎么车辆好坏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看就知道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型号是BT151 像这个就是个可空规 其实像我们有的线路板上面都标识的 比如这里一个也是可空规 它的标识是SC2开头的 但是也有的是扣子开头的 而且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型号来判断 到底是不是可空规 像测量可空规 我们首先准备一个万望标 然后调到2G关档 电阻档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用万望标来测量 这里有三个角 我们用万望标来回来测量 三个角等于说要测6次 比如就像这样 有多数了 这样也有读书 没有读书 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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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明就这两个角 有压降 导通的 那说明这个可空规 就是好的 没有问题 一般的正常的 也就是说是两个角 来回这样测 都有压降 都导通 它基本上没做到问题 比如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很无味 在线路板上面 也是可以测量的 零件中的压降 也有 没反应 不导通 一样的 也是没反应 没反应 那说明 这个可空规 也是好的 像这个可空规 坏了 一般的 都是会击穿的 也就是说 短路了 比如就像这个 你们看 直接导通 全部显示零 这样也是 这样也是 看到吧 所以说 像这个可空规 就是坏的 已经击穿了 短路了 还有一种 就是断路了 不过 这种情况比较少 比如的话 我们随便 怎么测量 一直这样 弯弯表 一点都不动作 不导通 就像测量 这个没反应 像这样 不管怎么测 都没反应 这样 也算 可空规 损坏了 所以 测量可空规的好坏 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 就像测量可空规的